从各方面的研判来看 大家都预估 俄东地区的这场决战 将会非常的残酷 如主持人还有赖教授所讲 普京一开始的战略 已经展现出了 全面战争的这种计划的失败 但是进行重点的 乌东地区的一个战略 那这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普京是输不起的 普京的合法性 是惦记在他是个强人 要恢复俄罗斯的帝国的荣光的基础上的 而如果他在乌克兰的失败 将会使这个形象破产 因此他的执政的合法性 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在这里他是输不起的 他是决心很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因为什么呢 他在重新的集结调结他的军队 进行这场这个决战 虽然俄罗斯在前段的清乌战争中 不是很顺利 甚至可以说是失利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俄罗斯是这个世界上第二军事大国 它的这个后背的军备还是非常强 再加上虽然国际社会对他进行了 非常严苛的经济制裁 但是许多国家仍然是从他那进口石油 和其他的能源 这使得他在对战争 依然是有这个可以有这个钱来支持他的这个侵略战争 另外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讲了 俄罗斯在乌东地区可以说地形比较熟悉 因为从至少从2014年 他吞并了克鲁米亚以后 俄军就多多少少的在那儿进行了不断的军事行动 所以他那个地形比较熟悉 而且有内应 而且呢 还有新人民的一个非常残酷的指挥官 这个人呢被称为是叙利亚的屠夫 这就换句话讲 这个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知道俄罗斯的意图 就是我要用这么一个残酷的指挥官 对平民进一步的进行屠杀 摧毁乌克兰士兵的士气 同时这个断掉乌克兰军队的后援 你看最近他所轰炸的地方 基本上是油库啊 车站啊 什么这个弹药库啊 等等这些地方 这使得这场战争将会非常非常的残酷 但另外一方面 乌克兰也输不起 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也输不起 所以而乌克兰的士气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在这里要决一死战 那未来一段时间 美国以及这个西方各国的表现是怎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 我相信这场战争会非常非常的残酷